其實沒有什麼做不到 只要你有個心想達到某個目的 其實是積累起來可以做到事 我覺得最重要是希望 是很重要的 給它看其實有無限的大項 大家好 今天來到第三集的專資頻道 今天很開心請來兩位嘉賓 兩位嘉賓都是立法會議員 先介紹第一位 就是陳紹雄工程師 SHKAN 你好 第二位就是霍啟江 Kenneth 你好 Hello 大家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講開我們Genie Channel 今次主題都是關於Leadership 其實小王子的作者曾經都說過 想做一艘船 不要只是鼓吹人去收集木材 或者不要只是分配他們工作 而是要教他們去向往 浩瀚無限的大海 不如我想問一下SH 你在40年中電的過程當中 到現在做立法會 我想知道在40年 在你的專業界別裏面 這個大海出過多少次呢 這個無限大海 你的腦中 或者你的思維 或者你的人生當中 你會是怎樣看這個無限的大海呢 其實以我40年的經驗 最重要就是我一個領導 或者一個領袖 去帶入一班人 除了說你要做船 又要找木 或者要找材料 分工合作之外 更加重要就是給一個團隊 有一個叫做遠景 我們做了一艘船 我們做了一艘船 做什麼呢 不是在那裡 在沙灘享受陽光海灘 我們做了一艘船 就朝著一個很寬闊的大海 在無崖邊 我們想找一個綠洲 或者找一個目的地 作為一個領袖 一定要給到團隊很清晰的遠景 以我40年的經驗 告訴我 只是有一個遠景就不夠 但我領悟到有幾個條件 你做得不好 對不起了 你做不到領袖 第一個是什麼 我叫做果斷 果斷 果斷就是千萬不要決策 或者執行 由而不決 以而不決 決而不行 你做一艘船 一會兒用這艘木 轉運用第二艘木 起好一艘船之後 我一會兒向東行 一會兒又向西行 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無法做得好 第二點 就是團隊要建立信心 那你怎樣達到信心呢 其實一定要聆聽 聆聽是重要的 如果我們說一意孤行的 或者是剛僻自用的 有些意見想自己贏了 更加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說人是有盲點的 我們是希望聽一些 亦忠言亦義 你聽到一些不對的 可能不生受用的 令你改變了決策 令你改變了執行上的方式 所以如果有一個朋友 或者一個團隊的成員 是夠膽指出你的短板 或者你的盲點 他是你的恩人 可能當時會覺得很硬 但回顧後 原來真的 幸好多謝他 沒錯 我想問問Kenneth 剛才聽到SH這樣說 我自己也會反省一下 很多時候 聆聽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Kenneth 你對SH剛才說 無限大海 真的要有目標 要聆聽 在這方面 你又怎樣去看呢 經驗 論經驗 當然沒有SH 那麼長時間 剛才SH說得很好 其實很多事情 聆聽 信任 是非常重要 我看到剛才 你的小王子說的 那句說話 海洋 我都在腦海想想 看到甚麼 目的地很重要 你說 有個焦點 我們要遊說大家 要說服大家 這個是我們要去的頂方 但不要忘記 要去到這個海洋 是無限大 要去到這個地方 可能很多不同的路途 你可以直線地去 你可以彎曲地去 而不是一定說 最快達到是一個好市 其實你船 你不是一個人去駕駛 你是一個團隊去駕駛 而聆聽 怎樣可以收集大家的意見 你最後決策 做一個好的決定 可以遊說到大家 我為何這麼說 因為我參與青年工作 比較多 有時候 我們很容易代入了一個位置 就是 我不可以說年紀大 但對年青人的話 你聽我說 我這麼多的經驗 我做這些一定對的 你一定要這樣走 有時候最後的結果 沒有多對 有時候 反過來他們年青 雖然歷練沒有那麼長 但他們可能有些新的方法 去看一些事情 尤其是現在科技各方面 這麼發達 有時候真的跟不上 我都跟不上 有時候我發覺 就像船一樣 我覺得遠大的目標 大家都想成功 大家都想達到這件事 但是 我們 多一點聽 我們可以做指引 我們可以給平台 我們可以做一些 比較深層次的分析 但很多想法 我覺得是他們 來提出來 更加他們有魄力去做 不過擁有感很重要 我看到年青人 有很多希望 如果一個領導者 覺得有一個認同感 其實現在 你講社交媒體 握like也好 share也好 其實都是一種認同感 我想問 share也好 你在工作的經驗 絕對是 所以來到現在 就在議會 那裡 以往 有沒有一些 很難忘 這個必然會問你 可能你年青的時候 你為什麼會 走去讀工程呢 這個可不可以給我們聽眾們 多了解一下你呢 其實是 這個我也跟很多不同的朋友分享過的 我自小就是在板間房長大 很深刻印象是什麼 當晚上一刻 假如你去廁所或者拿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要攝手攝腳 因為板間房那些 就是樓頂那些 那些是木來的 你走大聲一點去廁所 別人都聽到的 那時候的感覺就是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是這樣 是 有些可能住在寮屋 或者是山邊 重傷 我們都好一點 就是在一間屋裡面 鑑了一個木梯 上到上面的角樓 用板間房一間間鑑下來 那時候長大的時候 我就說 咦 什麼時候可以轉變自己的生活呢 我的背景呢 我的出生呢 不是說好像香港大學畢業那樣 其實我不是平暴清雲那一隻 就是我中學之後 然後我就沒有中學會考 我就想著不如早些 就出來做事 那當年有一個叫做香港理工學院 就是香港紅磡工專的那個學校 那進去讀兩年的文憑課程 其實現在有點遲 那個副學士 那讀電機工程 那兩年之後呢 我出來就可以做個技術員 聰明的就 如果不聰明的就做個電器技工 那兩年之後呢 那我就覺得讀書又不錯 有機會就轉去讀高級文憑 三年制的 那又讀了兩年 我跳入第二年 讀完兩年之後呢 那些老師又說 都可以再繼續 那有機會就考去香港大學 如是者本來用了六年時間 去完成人平時五年的事 但我拿了三個文憑 那其實呢 如果寄予給年輕人 其實沒有什麼做不到的 只要你有個心 我想達到某個目的 其實呢 是積累起來可以做到事 嘩難怪 因為S.H.有這麼多的經歷 人生的經歷 所以真的這個無限大海 可以越走越遠 越看越大 那Kenneth了 可能你就會幸運一點 但未必是綁鑑房 但我見你其實都是很勤力的 真的做很多青年的工作 在各方面真是落手落腳的 這個真是 認識你的人知道 不認識的其實都看到的 那其實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心呢 因為有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人們就說 負二代 就是不用做了 其實這件事是誰影響你的呢 我十二歲 一直到二十二歲都在外國 所以十年的時間 完了之後我都在想 當時是 看是個個都想入高敏的 那時候個個夢想 不是這個Boston Consultant 就是高敏大概這些職業 但同時間我都想過 其實我們自己作為中國人 亦都是家族所謂為成員之一 我知道長遠我一定是回來香港 但我當時想想二千年 中國好像開始起飛 經濟各方面 但亦都想想 我自己好像在 無論在語文上 社會上 人物網絡上 好像薄弱一些 我覺得英國長大的 香港可能 真是有少少 直接說 來了地了 真是社會怎樣 比較小結束 發生了甚麼事 所以我當時就決定回來 回來 我都沒有馬上進去 所謂我們家裡的企業 其實遊走了很久 可能和朋友又做少少生意 所謂跑一下大陸 當時也有沙士 其實也很有趣 沙士其實沒有甚麼做 2003年 2003年 沒有甚麼做 參與清聯活動 幾享受 其實大家都是一個會員仔 約高三就 大家搞活動 搞到每天生家 籌備各方面 其實現在很多我的老友 都是當時來的一些 真是打山出來的 一些兄弟姐妹 一起去做活動 那個互信 那個支持 是這樣建立給你 就算我競選立法會 其實我很多班 我團隊 或者義工 都是趕時來的 其實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 為何落手落腳 是一個過程 你搞活動 你做主席 你出席 是一回事 但如果你一起去 做這個活動出來 你的會員也好 甚至你公司的同事也好 他會更加服你 你知道困難在哪裏 不只是說 你幫我搞定他 所以在我面前的兩位 立法會議員 兩個都是業起三就的 可以打硬仗 這件事很重要 現在說回年青人 你們經歷過很多同行輩 或者你自己的親戚 對於年青人 未來 你又如何引導他們 繼續去無限大海 我希望可以做到一個 僑良的角色 和給予更多的希望 現實一點 我想香港經歷了很多 這幾年 我覺得最重要是希望 哭是很重要的 讓他們去看 其實有無限大海 我想很多現在的年青人 都其實生活困難 明白的 無論是上樓 一些工資上 可能社會上樓的機遇 大家的感覺都是比較狹窄一些 其實我們立法會 也成立了一個青年八千藍圖 很多立法會議員 其實非常關注 如何給予他們 這個機會 給予他們 現在經常說大灣區 其實我覺得是更遠 我們香港就是一個人才富 我們如何給予他們 香港以外的機遇 內地也好 國際也好 我講到這裏 我想分享一個故事 我突然想想 差不多十年前 有一次出席一個論壇 有一個不是小朋友 有一個女生 她喜歡做甚麼 她喜歡做蛋糕 做蛋糕 做餅 Bakery 她在哪裏開呢 中山 我就說 為何一個女生會去中山 就算我願意去內地 我也想深圳 未必會去中山 我說你是否中山有親戚 沒有 她去過中山一次旅行 她很喜歡這個地方 就決定去中山 去開餅店 我想想 為何要選中山 中山 深圳這麼多大酒店 這麼多餅店 競爭這麼厲害 當時中山沒有 她做的餅店是最漂亮的 最正的 亦是最吸引的 她做一做一做 她發覺已經賣到 然後不止了 因為周邊的酒店 幫她訂購 她的生意做大 我說厲害 不怕吃虧是第一 第二 第二 都是機會處處 你就算現在 深圳已經和香港差不多 GDP 但是九加二 很多城市 很多機遇 你願不願意去做 在大灣區 現在是適合創科技術 因為它是高端產業 的而且是國家 政策 和香港 在所謂的國際創科中心 是要做這 大灣區是一個 城市群之間的協助 但是你如果不是創科人才 不要緊 因為創科的產業 建立了之後 自然就會產生了一些配套的服務業 例如你高端人才 在那邊賺到錢 在那裏住在那裏工作 其實它可能是公餘 去文化藝術 休閒 餐飲 那些其實都 同樣地帶動了一些 產業的機會 給你去提供服務 我都經常想 文化這樣 我們其實現實一點說 文化人 雖然你是文化界 你說我們在藝團 要去大灣區 怎麼上去 訂場又不懂 票務又搞不定 很多這些技術問題 所以你不斷推它去 沒有意義 我覺得它可能去了一次 有個悲傷感 回來以後不去 所以我們這個角度 可能要 我們這些迫雷 這些connection 是否可以幫它做到 我少到我在這裏實夢 在這裏 你都畫畫的 是嗎 香港畫家 市場 亦都是有限 怎麼可以tapment到內地 但內地遇到什麼問題 要收稅 是嗎 你香港作品 你運回去有一個cost 可能稅務又搞你一輪 如果譬如我們有個文化空間 是香港 可以給香港的artist 在那邊 可能很便宜 有個artist residency 他在那邊做創作 那你在後面幫它 連繫市場 可能它可以組織 是嗎 我weekend 我上去 我是不是在這裏創作 有環境優美 我不是年輕 我都要參與 我做了 那你可能那個sailing part 就是這個tag 你不用一定art fair 不一定好像art basal 擺在那裏 你背後的technology online gallery 那個生態 你幫它組織好的 那你可能 原來我畫畫都賣到 在內地 是嗎 你就算每天 每年這麼多 這麼多 直接說 這麼多酒店開幕 這麼多地產項目 他們都要這些creative pieces 那為什麼不可以支持一下 我們 youngartist 所以這些東西 我們想 其實可以做到 不要被框框框住了 如果不是的話 永遠都是 還是說我們畫畫 很辛苦 找不到吃 其實做到 我覺得 其實最重要是 如何有一個 遠景給他們 希望大家都可以 真是活在當下 和年輕人等等 繼續鼓勵他們 尤其是有 SHA和Canada的經驗 希望可以真的 我們相信 香港一定很有希望 一定是可以的 我們應該有一個 叫做can do spirit 我做得到 好 一軟華 應該要做 好 等你們去 真是去推動 推手 跟著我們在一個 無限大海那裏 繼續前進 我們一起合作 好 謝謝 多謝